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呢 在这段时间呢 我也用过其他的相机录片吃片喝的节目 但是呢 我觉得都不如今天这期节目重要 因为我在上一次节目的结尾呢 我说过我一定会用一台卡片机来给大家拍一次菜 目的是想要告诉大家 像这样的拍摄题材呢 跟相机的画幅没有太大的关系 所以呢 我今天这期节目带的就是松下的ZS110这台卡片机 这台卡片机呢 发布也不是很长时间 那它最主要的特征是 使用了一个1英寸画幅的CMOS 这个尺寸呢 是跟索尼的RX100系列的画幅是一样的 那说到这边呢 可能会有小伙伴说 哎呀RX100据说画质很好啊 但是呢 其实1英寸的CMOS并没有很大 RX100的画质呢 也是比较一般 只是因为RX100系列它所搭载的镜头在广角端是F1.8的光圈 所以看上去其实是会比一般的卡片机画质好一点的 但是ZS110这台相机所搭载的镜头在广角端也是可以达到F2.8光圈的 所以进光量呢 也就比RX100差一档多一点点 那么具体的画质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现在所拍摄的是一个电影家的环境的照片 因为很多顾客在旁边 所以说我们肯定是不好打闪光灯的 1英寸画幅加上F2.8光圈在这样自然光环境的条件下进行拍摄 基本上需要达到ISO1600左右 那么这个画质呢 放大以后大家可以看到还是比较差的 不过呢 我们这些拍摄的照片呢 一般是用于微博或者公众号上面 像这样的平台呢 对于照片画质的要求呢 其实并不是很高 通常画面不会百分之百放大 一般都需要缩图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其实画质还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其实普罗大众不太仔细的会看这些照片呢 然后我们这边需要做一些GIF的动图 所以呢 就使用这台相机的视频拍摄功能 虽然ZS110它是可以拍摄4K的视频的 但是还是同样的 我们只是用在微博或者公众号上面 因为本身GIF动图它的体积就不能太大 否则是不能够上传到在线平台的 一旦文件体积有限制 它的画质就会压缩的比较厉害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拍摄4K的视频 应该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那么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几段视频呢 都是使用1080P的画质进行拍摄 当然画质肯定是没有那些画幅更大的相机好 不过对于做GIF动图来说已经是绰绰有余了 所以说画质还是可以接受的 这边是要拍摄一个过道的动图 可以看到这台相机在走动的过程当中 它的防抖还是非常不错的 画面非常的稳 不过它其实是镜头防抖加上机身的电子防抖的结果 这样的组合大部分情况都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它会有一个问题 我们后面会来具体的说这个问题是什么 这边可以看到为了拍鱼要从上往下进行拍摄 但是很可惜ZS110它是没有翻转屏的 从下面你只能看到一点点的画面 画面的构图呢基本上就是靠拆 所以从这个角度进行拍摄的画面很难进行取景 这也是这台相机不太方便的一个地方 现在外面的环境已经拍摄完成了 那么回到包间里面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怎么用这个小的卡片机来银闪闪光灯拍菜 今天我所带的闪光灯是神牛的V8002代 它跟一般的闪光灯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 主要是它用的是神牛自己的锂电池 那么在拍摄的时候回电的速度会快一些 但是绝大部分的特性是跟一般的热血闪光灯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ZS110它是一个卡片机 所以说它机身上是没有任何空间放可以插闪光灯的热血接口的 但是它内置了一个很小的机顶闪光灯 这个闪光灯是可以让你在比较暗的情况下进行补光的 不过我们今天拍菜肯定是不能用内置闪光灯的 一个是因为它的闪光方向是从镜头的方向 拍摄出来的照片感觉就好像是用手电筒打出来一样的 光线非常的难看 不过我们是可以利用小的闪光灯去引闪 我们刚刚说的神牛的V860这台闪光灯的 虽然说我今天携带的V860它是一个佳能的接口 但是它内置的光影闪功能是可以被任何可以闪光的相机引闪的 具体光影闪是怎么使用呢 我之前有专门出过一期不下BB来讲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那期节目讲的比较详细 我这边就不多啰嗦怎么使用光影闪了 不过我想说一点 因为ZS110它内置的闪光灯是不具有手动闪光模式 所以说它只能够使用TTL闪光 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V860光影闪设置 就必须要设置成S2碧玉闪的闪光 这样的话才能够被TTL的第二次真正曝光的闪光正确的影闪 同时如果你们仔细看的话 会发现我在拍摄之前 会用我的手指把ZS110的内置闪光灯向上掰 因为内置闪光灯它不知道你是想要进行一个光影闪 它还是想要参与曝光的 如果你直接向前进行闪光的话 肯定会影响我们的画面 因为我们现在不需要内置的闪光灯来参与曝光 所以说用手把闪光灯掰到一边的话 就不会影响我们的画面 另外为了最大限度的降低机顶闪光灯对画面的影响 我还把这台相机的闪光曝光补偿给调低了两档 这样的话它对于现场画面的曝光影响是非常的弱的 但是闪光灯也是有足够的能量 可以隐闪外置的V860 那闪光灯我们已经设置好了 相机该怎么进行设置呢 因为我们现在用的是光影闪 所以说相机并不太清楚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假如说我们现在使用半自动挡 比如说A挡的光圈优先 这时候相机会趋向于让画面正常曝光 在这个时候如果你使用自动ISO的话 相机会尽量的让ISO提高 因为其实我们这个包间还是光线比较暗的 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因为 相机不知道我们在使用光影闪 所以当内置闪光灯亮起的时候呢 影闪的V860闪光灯 它所发出的闪光呢会让整个画面过曝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不能够使用半自动挡 那我个人的使用方式是使用M挡手动挡 那问题是我们在使用手动挡的时候 到底我们应该需要多少光圈 需要多少快门 需要多少ISO呢 其实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 我也是现场看 如何寻找曝光参数的过程 那我现在给大家讲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有外置的闪光嘛 所以说我们这时候其实是不用担心光线的问题 那我们的光圈呢 其实是可以设置成比较小的 比如说我大部分情况下都是设置的F8 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在拍菜 我们不需要一个大光圈的虚化的效果 我们需要足够小的光圈 才能够让景深达到足够的宽度 足够覆盖整个菜品的前景和后景 这样才能够完全的拍清楚 同时呢 因为ZS110它的画幅是1英寸嘛 所以在使用F8光圈拍摄的时候 它相当于全画幅相机在使用F22光圈进行拍摄的景深 所以它可以提供一个非常宽泛的清晰的范围 可以让我们的菜品拍摄出来更加清晰 第二个原因呢 是因为F8光圈比较小 它可以把现场的灯光的光线呢 压低甚至压没掉 因为其实很多这个店家 他都是使用射灯 那个射灯的光线 因为它是点光源啊 所以说光线非常的不柔和 那么拍出来的菜呢 就非常的丑 我个人觉得光线非常的丑 通过这个小的光圈呢 我们可以直接把现场的光线忽略掉 画面中不会出现任何现场的光线 这样整个画面的光线就是完全由我们的外置的V860来提供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的V860上面呢 套了一个柔光照 它就可以把860这个点光源给柔化成面积比较大的光源 同时呢 你可以注意到我们在闪光灯的对面的方向放了一个反光板 那加上这个反光板的反光面积是比较大 可以让我们整个画面中的光线呢 非常的柔和 非常的好看 不过呢 因为其实卡片机啊 很多都是 境尖快门 所以说 基本上不需要考虑什么闪光 同步速度这些问题 你的快门速度设置成一千分之一 两千分之一 都是完全可以的 不会有拍摄出来的画面一半亮一半暗的问题 所以其实使用卡片机的时候也仍然设置成一百二十五分之一 只是趋于一个习惯而已 最后ISO应该设置成多少呢 当然是越低越好了 因为你的ISO越低呢 画面就会更加的干净 但是因为松下的相机呢 它是没有原生的ISO100 所以我们就主动设置成ISO200 那么光圈F8快门一百二十五分之一 ISO200 相机的设置呢 基本上用这个就可以了 这时候我们就剩下最后一个参数 那因为我们使用光影闪 所以这时候V860它的工作模式是手动闪光 意思就是说你需要手动的去调节V860的闪光灯的出力 应该调节多少呢 我是不知道的 你拍一张看一下就知道了 对吧 那么我们可以先调整成三十二分之一的出力 拍摄一张照片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画面或者是看一下直方图 发现画面比较暗的情况下呢 我们再往上调对吧 调成十六分之一甚至是八分之一都可以 那如果你觉得需要更加亮的话 你可以调成八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之类都可以 反正慢慢试嘛 因为我们现在用的是数码相机嘛 都拍几张没有关系的 当你把这些参数都已经磨出来以后呢 因为现场光线呢 已经被我们的相机给压下来了 所以整个画面的亮或者暗呢 基本上就是由你的闪光灯的出力来决定了 假如说你不想有那么大的闪光灯出力 你这时候也可以增加ISO来提高画面亮度 也是没有问题的 设置完所有这些参数以后呢 基本上就固定了 剩下来就是看怎么调整角度怎么拍就可以 所以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会发现我很多的照片的参数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很多人就是想要看参数 其实你看参数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因为不同的现场光的环境是不一样的 你光看这个参数是没有办法推导出 我现在在想什么 我整个的拍摄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那闪光灯的使用方式已经讲完了 我再讲一下为什么使用反光板啊 那因为不像前几次我使用的是那个揉光伞 它的面积比较大 所以说它光线比较柔和 我今天所带的这个揉光罩呢 它其实面积比较小 它大概只有30厘米左右 所以从一个方向进行打的时候 如果这个菜品它有一些高度的话 另外一面呢 所产生的阴影就会非常的重 那画面看起来就不太好 没有什么食欲 那么通过在对侧的方向加一个反光板 可以把闪光灯发射的光线呢 再反射回去 这样在另一面的阴影呢 就不会那么的重 画面看起来就会比较干净一些 同时呢你可以看到 因为我们有时候还是需要拍摄视频 那么在拍摄视频的时候 闪光灯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我们又带了一个长亮的灯 但是这个长亮灯呢 面积也是比较小的 所以我们携带的这个反光板呢 它其实是一个五合一的反光板 把外侧的这个套子拿下来以后 它就是变成了一个柔光板 这样的话一个点光源的长亮灯 就会被柔化成一个比较大面积的光源 这样的话在拍摄视频的时候呢 光线也会比较柔和一些 最后呢 当然我还是要扯一下ZS110这台机器了 其实这台机器呢 是一个典型的长焦卡片机 拥有10倍的变焦 广角端可以相当于全画幅25毫米的视角 长焦端可以达到等效全画幅250毫米的视角 所以其实外出旅游用的时候是比较方便的 但是呢在拍菜这一方面也比较有用 因为我们一般拍摄产品的时候 都会尽量的避免广角的形变 通常我们一般会使用100毫米以上的焦距 进行拍摄 当然这台相机是可以提供100毫米到200毫米之间的焦距 所以在这个焦段下拍摄出来的菜品呢 它不会变形的那么厉害 同时呢因为它是个卡片机嘛 大家都知道卡片机一般都有微距模式 ZS110在打开微距模式以后 在100毫米左右这个焦距的时候 它的最近对焦距离还是比较近的 这时候它的放大率就会比较高 那你想要拍摄一些彩品的细节的时候 就会非常的有用 但是最后一点呢 也是松下相机的传统优势项目 ZS110也是配备了一个触摸屏 那么你选择对焦点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快 我上一期节目使用的是索尼的A6300 因为没有触摸屏 我改对焦点简直了太痛苦了 这种感觉真的是你必须要非常熟练的使用你的相机 发现相机完全跟不上你的节奏的时候才能感受到 虽然改对焦点比较快 但是在光线比较暗的情况下 而且是在100毫米左右的长焦端的时候 ZS110它的对焦的速度就会比较慢 甚至来回拉了几次风向都对不上焦 当然一方面是可能因为开了微距模式 对焦一般都会比较慢一些 另外也可能是因为光线比较暗 所以说菜品它的对比度就比较低一些 所以说像这种对比度对焦系统的相机就会比较的困惑 不太容易对上焦 不过其实影响也不是很大 因为我们毕竟是拍产品产品又不会动对吧 所以慢慢对焦也没什么关系 如果觉得实在是对不上焦的话 可以开启对焦辅助灯 或者是拿手机的闪光灯补一些光都可以 虽然有触摸屏 但是ZS110没有翻转屏 那么比如说拍摄这种需要从上往下垂直构图的照片的时候 你是看不到屏幕的 所以说你要尝试拍摄很多次才可以 这就很不方便 另外ZS110也提供了松下非常有特点的4K照片的功能 但是它其实就是一个4K的视频而已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使用闪光灯 拍摄的时候就必须要使用长亮灯来曝光 不过跟拍摄4K的视频还是有些差别的 第一个是因为它是个照片 所以说虽然它导出的是一个视频 但是它是没有任何声音的 不过主要是做动图嘛 所以说其实没有声音也没有关系 另外一个是4K照片拍摄出来的比例是4比3的 那拍摄4K的视频呢 它的比例是16比9 在做动图的话 其实这个4K照片是更加合适 因为很多时候你可以看到我们是纵向进行拍摄的 16比9的画幅呢 其实它的宽度有时候不太够 使用4K照片这个功能拍摄出来的视频 那宽度是足够宽的 最后我说一下我之前提到过的这个视频防抖的问题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在拍摄这个鱼片啊 编辑把这个鱼片前后进行晃动 让它有一些动感 但是呢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啊 它好像是以这个鱼片为目标进行了防抖 看起来就好像鱼片是静止的 但是背景是晃动的 这个就是我发现的非常好玩的 这台相机它其实是有电子防抖的功能 电子防抖它的一个特点就是 如果画面中某一个物体它占据的面积比较大的时候 防抖的算法就会以这个物体本身来作为防抖的依据 所以这个画面的防抖效果就看起来非常的晕 好的这一期我觉得想要讲的东西都讲完了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因为有这个闪光灯的支持 即使是我们使用一个卡片机 镜头又比较差的情况下 最终拍摄出来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完全能够满足店家或者是编辑他们的需求 虽然说刚开始拍的时候 他们觉得哎呀怎么用这个这么小的相机拍摄 但是拍摄完以后呢 他们看到效果以后觉得完全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其实如果你会用光线 会用闪光灯来控制你的现场的话 这种纸面上看起来性能比较差的相机呢 它也能够拍摄出来很好的效果 不过呢 我估计呢还是有人来质疑这个问题 说你ZS110 它还是个一英寸CMOS的相机呀 咋的说是跟黑卡RX100也是同档似的 而且市面上也不便宜 这机器也在三四千块钱啊 所以 同志们 所以 下一期偏吃偏喝的节目呢 我就决定用手机拍摄了 那看看你们服不服啊 看看你们服不服 阿布拉基手册子做实拍 不下BB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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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